火箭来啦,今天是长三甲系列火箭第100次发射 给大家聊一聊五国名副其实的金牌火箭 公俗的讲,运载火箭就是一名快递员 采用激励跑的方式将人造地球卫星、载人飞船、空间站等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运载火箭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 发展至今形成了多个型号 包括长征一号、长征二号等十多个型号 目前,长征系列火箭也具备了发射低、中、高、不同轨道 不同类型载客的能力 也就是运送包裹的重量和距离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2019年3月10日 按随着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将中心6C送入太空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300 那么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是如何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整装待发的呢? 第一步,火箭转载在火车上,从北京运往四川省西昌市 第二步,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各种测试和操作活动 最后一步,提点完毕后,点火发射 火箭就这样载着卫星,朝向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进军 火箭的一号二号快递员,首先将举着包裹的三号快递员送入一个圆形的停火轨道 然后三号快递员进行600多秒的滑行断飞行 在控制系统的作用下,调整姿势 初次,将包裹送入目标GTO轨道 最后拆开包裹,目标精确入轨,任务圆满成功 载人航天,北斗导航,月球探测等国家重大分成的成功实施 离不开运战火箭的技术支撑 可可罗丁连着航天视野,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 让我们为中国航天点赞吧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,再会